- 大家都注意到8月5号、6号 在那个沙特的港口城市吉达 有40来个国家参加了就是乌克兰和平会议 咱们中国的欧亚斯·伍特斯 前祝俄大师李辉也去了 然后很多这个网友都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中间是那个沙特王储嘛 然后右边就是李辉 左边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那么所以就有些网友就问了 就是为什么咱们参加这个会 这个会是有必要参加 因为它是个中立国主持的 是沙特主持的 对吧 因为那个乌兰人九突不绝吧 对很多第三方是有影响的 那么像沙特这种国家还是希望战争能造立结束 否则战争如果打大了 蔓延开了 地理上如果扩展到中东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真诚的愿望 希望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国家呢 沙特关系很好的嘛 对这种和平的努力 中国一想都是支持的 加拿大跟沙特关系很好 所以我们就去参会了 尽管这个会没有邀请俄罗斯对吧 但是恰恰因为没有邀请俄罗斯 这个会议其实是没有结果的 事实上就没有结果 是不是 这个 因为很显然没有结果的会嘛 你参加也没什么坏处嘛 是吧 因为沙特关系很好 所以呢 首先我们是支持 我觉得这个态度 实际上支持和平努力 另外呢 就这个事儿我相信俄罗斯也能够理解 反正他是无故而终的嘛 对不对 所以结果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参加了几大会议 然后起码就是对世界上的和平努力 做了姿态上的支持 另外其实中国的出现嘛 也是表明中国是愿意啊 在任何这个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竞争中 发挥作用的 我更认为这个 这个事儿总体是正面吧 我相信我们事先也跟俄罗斯有沟通 俄罗斯应该也能理解 总体效果我觉得是好的 大家都注意到呢 5月15号啊 咱们这个欧亚事务特使 前诸俄大使李辉先生呢 就去了这个乌克兰 第一站就是乌克兰啊 然后去了波兰 因为波兰是俄国冲突当中挺关键的一个国家 然后去了布鲁塞尔 是吧 去了那个欧盟总部 后来又去德国法国 最后到了莫斯科 这个行程很长了 半个多月啊 据说还有一天为了赶行程啊 是连夜坐了十几个小子的绿皮车 非常辛苦啊 但是后来大家也知道 就是他没有结果 是吧 双方都做了一些很虚的承诺 他没有结果 这个确实说明就是 中国是真诚的希望来控制这个危机 最好能合并解决 解决不了呢 至少得有个结果 就是你不要 地底上不要扩大 不要打到那个北约国家去了 另外呢 战争的性质不要变化 就是现实常规战争 不要打成核大战啊 因为这都是人类的灾难吧 所以我就从负面的角度来讲 防止战争扩大 防止战争升级 还是起了作用的 当然如果期待很高 觉得李辉都是一出吧 就解决问题啊 那个事实是会失望的 总之就是中国很希望 能够和平解决 然后也做了努力 但上一次呢 李辉特使的出访 好像是无过而终 对吧 未来会不会再做呢 我相信中国如果有机会 还是会做 当然有个前提 就是他们双方得有愿望 就是他自己有想法了 有主观想法 要结束冲突 像3月10号 不是中国很成功的 做了一件外交上的杰作吗 就是促进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啊 之所以那个促进能成功 他其实是伊朗沙特 他早就想好了 知道吧 他们对抗了很多年 他自己也精疲力竭 两个人把关系不好 打得很凶 但是面子上又下不来 需要有个人来协调一下 跟中国协调一下 效果就很好 现在人物好像不是 就他主观上还没有做好和解的准备 是吧 我们通常说万英通过内英起作用嘛 他内英没准备好 那你不可能有作用嘛 对不对 因为毛泽民不是老讲嘛 万英通过内英起作用 你孵个鸡蛋可以封出小力 你孵个石头看看 什么都孵不出来 所以毛泽民讲 很好啊 那么道理是一样的 他没有愿望的时候 你没什么用啊 顶多就是说让他们火气 别太大了 别用原子弹 这有点用 这是让他们和解不可能 但是呢 如果他们真的打得筋疲力竭啊 再协调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呢 很有可能啊 下一次协调呢 中国不一定是单方面行动 中国也有可能拉上劳州啊 还有像那个第三世界国家啊 这次你看那个非洲 伊邦尼当然不是到了莫斯科嘛 进行了俄非论坛 非洲也提了和平方案嘛 沙特现在也有 对不对 所以我估计 这个时候肯定会拉上一帮 这个希望啊 那个和平解决的国家 来劝劝 那个时候如果 时机成熟 加上劝的人比较多 有可能时间停火